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财务报表分析 各位同学好 我是赖正昌老师 欢迎各位同学再次收看财务报表分析的课程 那从本讲师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了财务报表分析的实质内容的部分 我们今天是从财务报表里面的资产类的分析 开始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那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说 那资产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对资产可能有不同的定义 那我们会计上来讲 对资产的定义是指在某一特定制 对某一特定可产生未来经济效益的资源 具有潜力者 这个就是我们会计上所称的资产 那从这个定义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说 那会计协商对于资产的话 他具有下列两个特性 会计协商的资产要有这两个特性 第一个需要能产生未来的经济效益者 反而是不能产生未来的经济效益 或者是说这个效益 他的效益已经耗用殆尽的 这种的话就是 不是列为资产的项目 第二个的话就是要 企业所拥有的权利 企业所拥有的权利是说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有些资产来讲 他虽然是说 可能是产生未来的效益 而且对公司也是有帮助 但问题是什么 这些可能并不是我们公司所独有的 比如说阳光空气水 这个是属于大家所共有的财产 这个的话就不是我们企业的特有财产 也不能列为我们的资产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两点来看的话 会计上来讲 对资产有他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条件 因为知道说 他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效益是要具有未来性 不是未来性 现在的效益的话 可能只是在我们会计上 我们是把它列为费用 费用的性质 只有具有未来的效益 才列为资产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这些效应 这些权利的话 具有排他性 你如果不具有排他性的话 会计上也不能 把它列为是我们的所拥有的 那这两个是我们会计上 对资产类的特殊的这些特性要求 那我们了解了这样子的资产的特性了以后 我们知道说 那在我们会计上来讲 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他资产的评价问题 那我们知道是说资产的评价 我们会计上对资产怎么来评价呢 会计上所谓的资产评价 通常来是以货币为衡量单位 来评定各项资产 它的价值的大小 为什么要以货币衡量单位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会计有个基本 假设是什么 就是货币单位的基本假设 所以我们会计上来讲 对于资产的话 一定都是用金额 用金额方式来加以表达 我们通常我们不会对 我们比如说我们对一个土地 我们说他土地是多 企业的资产是土地多少钱 我们不会去说土地 他都多少面积或他的位置 或者他的属性是什么样 这个是我们会计协商来讲 货币单位衡量的 基本假设的要求之下 所以我们评价的话 也是造成我们在进行资产类分析的 第一项的工作 那我们要了解说 有关资产的评价的话 在会计上常用的评价方法 有哪些呢 通常他的评价方法有三种 有产出价值法 有投入价值法 有成本以市价输低法 这三种评价的方法 我们逐项来跟同学介绍一下 这三种方法 产出价值法的话是指 企业一期未来期间 出售或者是转换 各项资产所能换来的 交换的价值 同学请注意一下 他这个是指的是指 未来期间你出售或者是 换出现了的资产 他所能够带来的这些价值 但是同学请注意一下 他既然是未来的期间 所以你出售或者换出 是以后的价值 但是你要评价的话 是要评价为现在的金额 所以说你要经过 这个产出价值法 你要经过一个适度的 这些转换的程序 那他的计算方法的话 通常有下列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未来现金收入 折现价值 因为你这个换出 可能是以后是未来 但是你要把它按照折现力 把它折现现在价值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计算方法 就是说现实产出的价值 就是说你现在去做的这些价值的话 你现在去做一个这个事情 要多少钱的这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就是清算价值法 那是说你现在如果说 马上就把这个价值把它换掉 它的价值应该是多少 那这三个的话 都是我们在计算 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些产出的价值 把它折现变为我们一个 现在资产的一个评价方法 但是在我们会计上来讲 这未来的产出方法的话 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探讨 他固然有他的价值 有他意识 但是这个在目前一般 并不是我们的一般公认 会计言者所认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你是未来的现金折现 或者是现实的产出 他都不是具有真实的交易存在 因为未来的交易是未来的 在现在并还没划算 所以跟我们会计上的客观言者 有相违背 那至于是说清算价值 因为这个又违反了我们一般公认 会计言者里面有一个继续经营的假设 所以说这个只是我们理论上 有这样子的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投入价值法 我们不是用他未来的产出价值 而是实际投入的成本金额 有多少来决定资产的价值 他这个的话 因为有客观的投入金额 所以说是目前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所采用的 那他的计算方法的话 通常有包括了 第一个是历史成本法 第二个的话是重置成本法 第三个是未来投入成本 折现价值及标准成本等 这几种方法 我们知道说这几种方法的话 他是比较客观 是说我们认为说我们达到这个资产 取得的这个资产 我们所需要进行的交易 所投入的这些金额的大小 所以说他这种方法的话 是目前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所采用的 那这以上是不管是投入或者是产出 是两种的方法 那还有第三种就是成本市价孰低法 这个方法的话 他是基于我们会计上的 稳健原则的观念 资产是以成本或市价两者孰低 来决定他的价格 他既不是产出也不是投入 而是以这个成本跟市价两者 比较低的金额来认定 那这种方法的话 他为什么我在我们会计上 会有这种方法的产生 这是因为我们会计上有一个稳健的原则 稳健原则所要的就是说 我们对于资产的话 我们是宁可低估 不要高估 我们对于费用的话 是宁可高估 不要不要漏裂 对于负债的话 是宁可高估也不要低估 那所以说这个是在稳健原则之下 我们这个成本市价孰低法的话 他是可以让我们的财务报表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能够说最为最为稳健的 那目前在实务上对于资产的评价 大概在探讨上来讲都是可以从产出成本 或投入成本或成本市价孰低法 那这三个方法的话 但是要在这里同学提醒一下 就是说虽然说不管你是用未来的 或者是用的产出或是投入 你都是要回归到是说 我们现在所要表达的是 现实的金额是多少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如果说能够掌握住这个原则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于资产的评价 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那资产如果说能够说有一个 评价有个正确观念的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各种的资产的分析 比较工作 那这是我们跟同学介绍 有关资产的评价观念 在认识的资产评价观念了以后 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 就是有关资产的内容 那资产的内容的话 我们按照资产 他变为现金的这些转换的可能性的话 我们通常会把资产分为流动资产 以非流动资产 那首先我们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流动资产 什么是流动资产呢 流动资产一般他的定义是指的是说 以企业所拥有的现金 或者是可以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 可以转换为现金或减少现金的资产 那同学请注意一下这里面来讲我们是指的是指一个一年或者一个营业周期哪一个比较短里面 所以说这个同样的资产在不同的行业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划分标准 如果说像一般的房子建筑物在一般的公司的话 他可能就是属于非流动资产 因为他既不是在一年或者是一个营业周期里面变为现金 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建设公司来讲 一个建筑物房屋的话 可能就是属于他的流动资产 这个是我们要跟同学提醒的一个有关 这个流动跟非流动分类的一个说明 那流动资产的话既然是说他是变为现金的话 他的内容常见的有包括有 第一个是现金 第二个是短期投资 第三个是应收款项 第四个是存货和抑护费用这几类 这是任何企业里面都常常会有的这个流动 流动资产的内容 那我们逐项的跟同学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现金 什么是现金呢 会计上所指的现金 跟一般人所说的现金并不一样 他除了我们所说的这种交易的现金的媒体外 还包括了具有其他的购买力 可以随时当这个交易媒介的这一个工具 比如说像一般的银行存款 我们知道说在银行存款的话 在我们国内的话 大家可能会把银行存款又独立于现金 但是在有很多的外国的书籍里面 会把银行存款也是属于什么 具有现金的性质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现金的范围我们要加一点 而且现金的话 因为他既然本身就是现金的话 所以他本身通常现金并没有评价问题 我们像我们应收账款 我们会提列呆涨 现金的话 我们都不用去提列任何的折损 这是第一类有关现金的部分 第二个的话就是有关短期投资 这个短期投资的话是指 通常是指企业不以长期持有为目的 而将闲置资金购买有价证件 那依证件的性质 我们可以分为短期的潜移证件投资 跟短期的非潜移证件投资 那在这里的时候 同学要注意的是说 我们这个短期投资一定是说 他有一个前提就是 不以长期持有为目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任何一个公司的话 他可能有基于长期的目的 他可能持有这个证件 他是要长期持有 那就本身他的流动性变现性 就已经受限了 所以那个就不是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的话 一定是要不以长期持有为目的 那他按照他的性质的话 可以分为这个潜移证件 跟非潜移证件 那潜移证件 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公司有的时候 他去购买股票 这个就是什么 潜移证件的短期投资 他随时可以去股票市场买股票 随时可以卖掉 这种就是短期的潜移证件投资 另外来讲 他除了买股票以外 他也有可能去买相关的债券 我们知道说现在的理财工具 越来越多样化了 他也可以去买股票 买公司债 那这种的话就是什么 非潜移证件的短期投资 那接着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类的话 就是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是患指 营业活动或其他营业外交易所产生 对于财务或劳务的请求钱 这个是指什么东西呢 我们知道说你可能是因为 销货而产生的 你奢销而产生的 这就是我们的应收账款 那有的时候如果说是 有时候同业的借贷或者是借掉 可能这个可能就不是营业 但是我们对他来讲 也是有种请求 这个可能就是应收款项 那不管是应收账款 或应收款项的话 这个对我们公司来讲 这个都是一种资产 我们这个资源的话 我们对别人有请求钱 而且是通常来讲 我们说是短时间内 我们会向他什么求偿 或者请求变为转换为现金 所以在会计上来讲 通常这种的话 我们都会把它列在这一个流动资产的项目里面 那应收款项来讲 我们通常除了说注意到说 他的变现的性质以外 我们也要考虑到他的内容 通常有包括应收票据 还有应收账款这两类 还有其他的应收款项 那这些的话 我们知道说不管你是哪一类的话 我们在应收款项 我们通常会考虑一个什么 评价的问题 那评价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就是有 就是有关的呆账 或者是背底呆账的评估 我们在对于资产类的认识的时候 对应收款项 我们除了知道他的性质以外 要把他的坏账跟背底坏账因素 评价科务加以考虑进来 那接着的话 可能就是要讲的 就是有关下一类的流动资产 就是存货 那存货是什么呢 存货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日 企业所持有供出售的商品 或者是再制品或饮料等 这个存货必须是供营业使用的才可以 所以不包括这个什么 文具用品厂房设备这些 那我们非营业上的 或者是非公出售的话 通常我们都不会把它列为 在我们的存货里面 为什么 因为有些商品如果说 它已经是过时成绘了 我们即使它是一个库房里面的商品 但是因为它已经不足以在出售的话 我们也会把它列为 从存货里面排除 那为什么存货这么重要呢 我们知道说存货对一个企业来讲 以现在的商业交易的话 除了服务业以外 任何一个企业 你销售商品一定都是要什么 要有存货这个现象存在的 没有存货的话 你可能你在销售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任何企业都可能会有一些存货 而且在会计上存货它的重要性 它你的分类错误的话 它会影响的是很全面性的 它就会影响你的损益表里面的销售成本 也会影响你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存货 这个科目 而且除了影响本期以外 也会影响到下一期 为什么 因为本期的期末存货 就是下一期的期出存货 下一期期出存货 就是下一期的销售成本里面的构成项目 所以存货这个科目来讲 在我们会计上来讲 我们通常会很重视存货它的分类 还有它的评价问题 那接着的话 就是我们的预付费用 预付费用的话 是指企业支出的效益 在本期内尚未耗尽 能可能产生下一期的效益者 这一个的话 它能够 因为能够产生下一期的效益 所以这个有符合我们所讲的金 我们所谓的资产的性质 它能够产生未来的经济效益 所以说它具有经济性质 但是预付费用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当为 当为流用资产 预付费用通常的话 我们一般企业对预付费用 并不是以把预付费用 去转换为现金 转换为现金为目的 我们预付费用的话 通常就是说 比如我们预付黄租 我们通常会把这个黄租使用完 我们不会说把预付的租金 以后要求黄东把它退回来 变现金给我们 那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为什么要是把它当成流动资产 因为我们知道说 流动资产的定义是 除了说可以转换为现金以外 如果说能够说减少 我们以后年度的现金支出 也是属于流动资产的范围 所以我们预付费用的话 就是属于我们的流动资产的项目之一 也是因为他可以减少 他虽然不能产生未来的现金流入 但是他可以减少以后 我们未来的现金流出 那以上这几个项目 都是我们常见的流动资产的范围 那当然流动资产的内容 除了这些以外 随着不同的公司 一定会有不同的 这些流动资产的种类 其实他包含的种类还有很多 那我们在会计上来讲 我们特别强调流动资产跟 这个他的重要性的话 他可以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在计算各种相关比例 我们流动比例 或者是这个短期的 常债能力的时候 你这一个流动跟非流动的 划分的很正确的话 都会影响到我们相关的 分析工具的应用 这也是我们会计在进行 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要先对流动资产加以正确的认识 好 那我们对流动资产 有了说明了以后 接着的话 我们要跟同学说明的是有关 非流动资产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说在会计协商来讲 通常并没有说很直接的 对什么是非流动资产 来做直接性的定义 常见的定义方法就是说 把不是流动资产的就是什么 就是非流动资产 所以我们非流动资产 乃指一个企业所拥有的现金 或可能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 可以转换为现金或减少现金 以外的资产 就叫做非流动资产 那这种定义的方法的话 其实就是做了一种什么排除法的定义 就是不是流动资产的 就是非流动资产 那这种定义的方法的话 或许感觉上会有点 有点有点模糊 但是我们在实务上来讲 我们往往是透过对于 非流动资产 再做进一步的分类来加以认识 那非流动资产通常可以分为哪些种类呢 第一个常见的就是长期投资 第二个就是固定资产 第三个就是无形资产 第四个就是地延资产 那这个分类的方法 其实是按照这个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它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性质来加以分类 它其实来讲 它本身这里面每一类里面 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会计科目 那我们逐向的跟同学来加以说明 首先的话是这一个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是指企业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的 不论为业务上的需要 或者是特别利益的追求 所做的长期性投资 这里面来讲 它的一个重点是在说 你的持有是不是要长期持有的假设 因为我们知道说 你同样去买一家公司的股票 你如果说是买了以后 你随时都可以把它卖掉 这种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流动资产 如果说你买了的话 可能是为了要掌控另外一家公司 或者掌控你的货源 或者是你的通路 你长期持有的目的的话 你并不是说以买卖 这个股票来做目的的话 那这种的话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长期投资 好那我们长期投资的话 它可以分为长期的股权投资 还有长期的债券投资 还有长期的基金投资等 那这三个的话 股权投资通常就是我们所认知的 就是你去买对方的股票 就是长期持有就叫做长期股权投资 那第二类的话就是说你去买对方的债券 而且长期持有的就是长期的债券投资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你去买的是 这个基金 你长期持有的就是长期基金投资 那这三类的每一个投资的话 它的性质是都不一样的 它的评价方法也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长期的股权投资的话 你去买对方的公司 那可能就随着说 你的持股比例是多少 有成本化有钱益化 甚至还要编制母子公司的合并报表 那如果说你是去买对方的这些 对方的公司在或债券的话 那它可能就是如何来用这什么 它的债券的利率来折算 那至于基金的话 又随着基金的净值的变化 所以说三种不同的投资 它的评价方法也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这是我们长期投资这一类 第二类的话是我们的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指企业所拥有 并而且是供营业使用 而不以出售为目的的资产 那在这里要跟同学特别提醒的 就是说第一个 你一定是要企业所拥有的 你如果说你用的厂房是用租的 这是我们的固定资产 虽然我们是在使用这个厂房办公室 但是这个所有钱是房东 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只能付租金 这个不是我们的固定资产 不管你是租期再久 这个都不是我们的 第二个的话是要供我们营业使用 我们知道说有些公司去买了一些土地 或买一些厂房是投资是闲置的 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闲置的厂房 并不能把它列为公司的固定资产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不以出售为目的 我们知道说就像 刚才有跟同学说明的 比如说同样一个房屋的话 对一般公司来讲 是属于长期资产固定资产 但是对于一个建设公司来讲房屋的话 只是他的商品 不是他的固定资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固定资产 做这样的分类 可以区别的话 可以让我们更有效 更清楚地去区分 他的定义是在哪里 那固定资产 他的定义 如果说区分得清楚的话 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 通常固定资产的话 他的金额 他的额度都是很大的 他不像是说我们的一般的流动资产 可能流动资产 你的医护费用 可能金额都是不会很大 比如说医护租金 可能就是几个月 不是几万块 是几十万而已 但是你任何买一栋 厂房或土地的话 可能金额动这数百万 数千万 甚至上亿来做衡量 所以说我们固定资产的分类 跟他的定义的理清 对我们的财务报表分析 有他的意义存在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 基于法律 或者是企业关系 所赋予的各项权利 这经营经由这一个什么 这些权利的话 让我们获得获利上来讲 能够说有较优的获利能力 所以产生的各项无实体存在 却既有经济价值 能使企业实质净值超越 有形资产的部分 这个无形资产在一般来讲 我们知道说 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这种观念 因为我们知道说 无形资产存不存在 它一定是要没有实体的存在 比如说像我们的什么样子 我们的商业 我们的商标 我们的专利钱 你说商业商标专利钱 看得到吗 看不到 你摸得到吗 摸不到 但是他本身对公司有没有存在一个一个价值 有一个很老的有商业的公司的话 他只要说讲出去 大家就会知道说这家公司的名字 或者是说就是对他产生信心 或者他的售价就可以比别人提高一成两成 这种的话能不能让公司带来利益 当然可以 但是他因为他没有实体存在 那我们却又知道他的经济上的效益的产生 所以我们会计上就把它归类为无形资产 那无形资产的评价的话 是属于我们的非流动资产 但是这一个评价有牵涉到说 这个无形资产是去怎么去认定呢 比如说像我们的商业 一个公司的商业 他可能有很高的价值 但是这个商业的话 确实说在不知不觉中 随着你经营年代的久远而产生的 那至于应该是给他赋予多少的价值 这个在会计上来讲 就有很多的争议产生 所以对我们资产类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对无形资产的认知或评价 就要特别的小心 那第四类的话就是地研资产 地研资产是指已发生的各项长期费用 其效益将集于未来的年度 而使达成收入于费用配合的原则上 乃将其未来年负担 所以自本期的费用中转为资产的部分 这个的话就是指的是说什么样子 我们有些支出的话 但是它的效益的话 可能是并不是只有金 虽然这个费用钱是今年是付的 但是它的效果却会延续到以后年度 那我们会计上有一个收益配合原则 你收入要跟你的成本费用要互相配合 在这个配合原则的话 既然它是产生是以后年度的效益 所以这一个成本不应该由本期来负担 所以我们就把它转到以后年度再来承受 那这个转换的过程 我们用一个科目就是地盐资产这个性质 来加以分类 来加以归纳 所以说这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地盐资产的项目 那以上这四个就是长期投资固定资产 还有无形资产地盐资产 是我们所常见的非流动资产 那我们介绍了流动跟非流动资产以后 我们接着跟同学再提醒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资产类分析时候的应有的认识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进行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资产类的认识 我们必须要先有几点很重要的体认 第一个就是资产类是我们的一个金额的话 他是必须要对他的科目有充分的认识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要有效地进行各项的分析作业 为什么我们要对他科目有充分的认识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以现在来讲 任何一个企业在营业的时候 几乎已经不可能是说 做到说没有资产就可以营业 即使你在一个再小的一个店面 店户来讲你总是要有一些怎么样 要有一些实体的东西 你可能要有店户 有一些柜台 有一些这些都 这些都是属于资产 即使你就是说 在家里自行网络形象的话 你最少也是需要有一些网络设备 这些的话都是属于我们所营业 所必须的项目 所以资产也是任何营业所必要的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认识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资产 通常他的标的金额都很大 占我们整个财务报表很大的比重 如果说你分析错误或认知错误的话 会产生很大的错误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分析的时候 应该有的认识 那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一周再见 谢谢